Leica SL3 6000 萬像 Leica M11 或 11P 都是 6000 萬像 對於這些相機來說 是否只可以配搭一些高像素的現代鏡 才應付得來 還是近時的老鏡頭 都是不錯的表現呢 Leica M11 P 是 6000 萬像 現在是還有全新的 很多買了機的朋友 就擔心 到底會不會只能夠負擔現代鏡的像素 例如我現在手持這支 50APO 的版本 如果可能比較早期的鏡頭 例如這支 都是50mm 二鋼圈的鏡頭 這支我們稱為Widget 是50年代出的 到現在為止是接近70歲的鏡頭 那這些老鏡頭 是否可以應付到 6000 萬像呢 今次跟大家做一個評測 一支Leica 影像質素最高的鏡頭 和一支普普通通的 52mm Widget 做一個比較 而這支Widget的玻璃 不算完美 始終經過年月的洗禮 玻璃質素都不及全新的時候 例如有些Hairline Killing Mark 有些塵 玻璃的清晰度相對來說 也沒有那麼高 到70年後 是否還可以應付得來呢 而另外這一邊的對手 就是一個現代的鏡頭 它的設計 Coding 都是按照現在數碼機的規格 做一個標準的 所以跟數碼機的配合 是比較理想的 那我就試一下 全開光圈 和收到5.6 拍攝遠 近 日間 和晚上低光的情況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看看照片 今次做了一個簡單的測試 作為一個參考數據 現在左手邊這個就是APO版 右手邊這個就是Widget 我們看看 放大看看 IFC 很明顯 窗框 輪廓 細側 很明顯 APO版 在全開光圈的時候 是優勝一點的 本身的反差力 都是偏高的 看另一個版本 這個 都是同一個位置 但就收了光圈 去了5.6 我們比較一下 很明顯看到 Widget 相對來說 是會近次了APO版 只不過本身的色底 和反差的差異 是看得到 是有些不同的 Widget 的細緻度 其實是夠的 只不過本身 反差 就沒有那麼強 這個我相信 後期輕微的調教 就可以改善 總括而言 整體畫面 如果不是放到很大去看 不是很找得到那個差異 好 我們再找一個夜晚 這個夜晚 當時因為有些下雨 有很大的客氣 變成了 參考程度 就沒有那麼高 這個是二綱圈全開的時候 大家比較 可以看到 彼此之間 都非常接近 兩個畫面 都非常接近 好了 我們再看看 在室內的情況 室內的情況 這個 左手邊 就是APO版 右手邊 這個就是Widget 可以看到 看看物件 很明顯 看到APO版 紮實程度 是高一點的 反差是高一點的 看到 這支鏡頭 Widget 硬朗很多 我們看看 字仔 字仔方面 反而好像是Widget 更好一點 當時是光圈 5.6 這個 參數 我也覺得 有點差異 當時我對焦 是對著 Lica Logo 為標準 好了 我們再看看 下一張 這裡 就是 看到分別 左手邊 這個 就是用DR去拍的 即是Duel Range 也是Widget 同樣的光學設計 可以去到0.45米 我看到 是會大很多 這個物件 而這邊 就是 用了APO版 APO最近對焦 是0.7米 看完 這麼硬的比較 我們現在看看 實質一點 現在這支 就是Widget 其實正確來說 是一個DR拍的 配上M11 你都很難想像 70年前的鏡頭 拍出來 依然可以 這麼鮮艷奪目 你看看 那些細節 其實都OK的 你看看 那個列文 你說 11 搞不定 也不是 我覺得 收貨有餘 好了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這個其實鮮艷度 也很足夠的 你看看 那個 假鑽石 假鑽石 這裡 其實都OK的 細節度 反光 各方面 都是不錯的 熔熔毛 這些都 很漂亮 很自然 好了 下一張 這隻 就是 彩珠 是一些 雅來的 彩雅 那個質感 和色彩 都很好 很漂亮 這個大景 日頭漂亮 放大之後 有少少的 模糊 我覺得 OK的 這支70年前的鏡頭 是叫做交足功課的 但整體來說 正常的 去看一張照片 其實是足夠有餘的 這個是大館 出來的細節 氣氛 其實都很不錯 這個天氣好 真的特別漂亮 拍出來的東西 這個 玻璃幕牆的大廈 看看細節 骨位 那些 我覺得 唯一就是 有少少的 色滲 在這裡 我覺得 收貨 這個 就是APO版 很明顯看到 它的 色彩 鮮艷 很多 很多 其他細節 的位置 是處理得非常好 色彩的鮮艷度 顏色 都很漂亮 氣氛也都不錯 當然要計算 個性駕比 一個湖面 一個 鴨仔船 我們看看 小小小細節 其實我是對鴨仔船的 附近的位置 其實都中招了 看看 花草 細緻度 非常漂亮 這架 這架車拍出來 雖然是很膠的 通透感 又說不出那麼好 而且氣氛 又真是不錯 好 這個是有動態的 幸好當時的快門夠快 看到 其實那個 織網狀 那些細節 都是很出得到 質感很強 相片 大家看過 對這兩支鏡頭 出來的效果 心中有個數 在這裏我再做一個 小小的總結 Widget 雖然是上世紀 五十年代的產物 到現在已經有七十年的歷史 但它在表現方面 是多於可以接受的 雖然在細緻度方面 未去到極致 但當放大到三百倍的時候 依然是去到可接受的程度 顏色的表現不錯 以老鏡來說 鮮艷度已經是很好的 在放大三百百倍的時候 在邊緣位置看到有少許的模糊 在正常看相的情況 未必察覺得到 相信放到這麼大來看的機會 也不多 除非做一個超巨型的poster 一個廣告 才會這樣用 如果是把光圈收細 去到五點六的時候 成像的效果 和APO版是非常接近 幾乎是分辨不到出來 只是顏色的色底 有少許的變化 而且這支鏡頭的價格是非常友好 只是APO版的大約是四分一 即港幣大約一萬元左右 特別波波的散景 是現代鏡很少見的 這種效果非常討好 一般M鏡對焦最近 去到0.7米 Widget有個孖生兄弟 叫做DR 光學設計方面完全一樣 只是可以對焦再對近一點 大約去到0.45米的對焦 比APO版是更加對得近的 之前因為用不到在M10 M240系列 但去到M11就可以用得到 如果需要拍近攝的朋友 也可以考慮一下 這支叫做Dual Range 或者叫做DR的鏡頭 APO版本在色彩 細緻度和反差方面 是無可置疑的 就算輕微的光線的變化 都會察覺得到 在全開光圈的時候 放大300% 是察覺到它們的差異的 在數據上 是獲得絕對的優勢 不過拍黑白相片 就會差一點 除非你用一個 Monocone 的相機 或者拍菲林 在口味方面 各有各特色 看看你自己的喜好 如果你有一部M11 或者是11P 你會否考慮 這個Widget或者DR老鏡頭呢 你會否覺得 M11配老鏡頭 會吃不飽呢 歡迎你在我們的 留言留言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拜拜